大家好,這段視頻是要跟大家解說這個K-Lite Codec的那個Pack的那個 萬能影音播放器的這個下野安裝使用的第二篇 我前一篇忘了說明 因為有的人是用搜索的 所以說我會把這篇的圖文教學貼在這個YouTube註解這裡 大家可以點一下連過來這邊可以觀看 然後那個用這個點這個可以拉到最大聲音 然後這個720P觀看 關或全螢幕觀看 然後訂閱跟點這個那個觀看其他影片 它這個會安裝完之後它會開啟這個頁面 就這一點頁面 然後它裡面是有說明說如果使用這個Windows Media Player 就是Windows內建的那個多媒體播放器 然後無法顯示在播放MP4跟NKB的時候 無法顯示字幕的怎麼樣處理 它就是那個Intel跟AMD的那個GPU 就是內建或是外裝的 它視訊POG的一個解決方式 這邊 然後AMD它是一個這個Catalyst這個翻譯好像是 就是那個觸媒催化劇的一個Driver 就類似一個驅動程式的這個修復這個就是一個驅動程式 就要如果是AMD CPU的話就要點一下安裝一下 然後這邊開啟這個工具 然後這邊開啟這個工具 就是TwickTools TwickTools 那個Codec 這個是指編解碼的意思 然後那個Tools就是調整工具 TwickTools 這個工具蠻好用的 這個工具蠻好用的 把它打開 然後 因為 這個K-Lite這個CodecPeg 它最早的版本是只有Code 然後配合這個 這個Windows內建的那個MediaPlay 它後來才是 弄了那個 MPC Media 那個 Player 然後 Classic 這個 播放器工具 就是指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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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播放器 它是直接配合 後來配合 你如果是裝那個 那個 那個 基本包 它是有Code 的部分 然後你使用那個 Windows內建的播放器 你播放MP4 或 NKV沒有字幕的話 就是到這邊 這個是 Deserve 是關閉的意思 關閉 那個 那個 那 For那個 Vis Formats 就是 哪一些 格式 就勾一下 然後它這邊好像露了那個 NKV 那 一般 現在應該沒什麼能用這個 Windows內建的播放器 所以就跳過 這個 沒 不太重要 反正你裝了這個 就 一般都是用這個來看 用這個 NPC HC 這個 來看就可以了 就點 按鈕 如果是用那個 Windows內建的話 你播放起來沒有字幕 就是這個 Windows Tips 是 這個 Windows Windows 這個 文史 文史 這套 那個作業系統 的時候 就是 沒有顯示字幕的話 你這邊來把它勾一下這樣 再來就是那個 這個意思是說 那個 用那個 GPU是指 硬解 它的速度會比我們用那個 軟解 還 還快上好幾倍啊 啊但是說 硬解的話是比較說 有時候會跟那個 軟體啊 軟解 有一些衝突 變成說那個 code沒有 沒有支援 因為那個 硬解的東西 有一些東西 程式什麼的 是寫實在裡面的 它軟解比較新 會變成沒辦法支援 所以說會視訊破格 或者是 呃 沒辦法播放 就是 那個 或者是一些 從 那個 沒辦法播放的意思啊 的時候 我們就是 要把它關閉 就是一些 DVD片啊 或者是你在播放的時候 沒辦法播放 到這邊 那個 MS 這個 codec 的這個 那個 Twigs這邊 點一下 這是這樣把它打勾 然後 那個 那個 Apply 那個 那個 NCOS 是指 接受 你可以先點接受 然後再點關閉 這個是指 直接接受 按關閉 然後我一般會再點一次進去確認 這四項是不是打勾了 這樣子 按錯 然後再來是說你有用一些那個 影音轉換軟體 有光碟機轉換到 MP4 MKV1 MPV 出現問題的話 也可以先 就是試著 暫時關掉這個功能 就是這四項啊 就是這個 DTV DVD這個功能 Audio是指音訊的部分 Video是指視訊的部分 嗯 D 那個 D D De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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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解碼的部分 就是指 那個 把它關掉 Disable 關掉 這樣子 按這個前面 就照前面說明這樣 因為這個我好像看到 就是有的網站好像有人說是 你在轉換的時候 出現問題嘛 它就是 好像是說 叫大家 把這個給關掉 就可以處理一下 然後貼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那麼 再來就是說 下一篇就是 那個 K-Light Codec 的這個 Pack 這個 的使用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點這個連結 那麼這段視頻就解割到這 希望大家耐心收看此段視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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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